确实也非常的方便 但是商场的蔬菜类型比起菜市场来说比较单一 而且价格也比菜市场要贵上非常不少 所以现在有很多顾家的人还是都非常喜欢去菜市场买菜的 但是菜市场毕竟鱼龙混杂 如果没有一双火眼金睛 很容易就会被菜饭给坑上一笔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那些菜市场最坑人的菜 聪明人从来都是绕着走 而外行人却买来吃得很香 吃鱼大家向来讲究新鲜二字 像是颜色不好翻了白肚皮的基本上卖不出去 可是抛去运输时间不算 摆摊那么长时间无法保证每一条鱼都能新鲜 之前就有媒体报道 一些商贩为了让奄奄一息的鱼起死回生 竟然往鱼池里添加铲油 水里加入了铲油 本来空气就不够 这样氧气越来越少 呼吸困难的鱼就会使劲游动 看上去特别鲜活 这就是所谓的铲油鱼 铲油鱼会刺激肠胃 让人出现胸闷 呕吐症状 还会影响肠胃的正常功能 此外 大家还要小心 哪些看起来特别光鲜亮丽的鱼 摊贩们往水盆里加入一种白色粉末 搅拎之后一会儿就溶解了 再把半死不活的鱼放进去 一会儿之后就活蹦乱跳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有害物质 其实 这粉末还真不是什么坏东西 它叫鱼茯苓 化学名称是过氧碳酸钠 俗称固体双氧水 浴水会产生大量氧气 导致水体含氧量迅速飙升 从而让冰死鱼儿可以在短时间内活蹦乱跳 鱼饭们多在养鱼孕鱼时使用 水产专家表示 用鱼茯苓增养一般在大型水产养殖场中使用 而且 由于成本较高 活鱼保鲜一般采用的都是物理方法 比如经常看到的充氧棒增养等 用鱼茯苓来增养是没有问题的 但有些不法商贩 可能会使用工业级纯度的原料来生产鱼茯苓 这种情况下 很可能引入重金属等有害成分的风险 如鲜 鲜等重金属超标 长期使用可能造成人体神经性损伤等严重后果 识别微鱼妙招 买鱼的时候先拿起来闻一闻 如果有淡淡的柴油味和刺鼻味道 千万别买 还有鱼的眼睛清晰光亮 眼球饱满 眼角周边不发红 剖开鱼后内壁湿润 没有异味 那就是鲜鱼了 2.莲藕 莲藕食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即便是生食 也可以做成很多的美味菜肴 而且 更为难得可贵的是 莲藕的药用价值相当的高 可是有一些黑心的商贩 却将前一天卖不出去坏掉的莲藕 通过浸泡柠檬酸水来为其恢复光泽 通过特殊处理之后 这些一个个坏掉的莲藕 又摇身一变 变得白白净净光鲜亮丽 看起来十分的新鲜 所以在挑选莲藕时一定要注意 并不是说莲藕的色泽越白越光亮就越新鲜 太过白净的莲藕很可能是经过特殊处理的 3.木耳 木耳是一种我们生活中很常见的食材 很多人平时没事就喜欢买些木耳 回家简单处理一下再凉拌 着实是一道不错的下酒菜 而在挑选木耳时 很多人的准则就是木耳越黑 这木耳越好 其实这种挑法是完全不对的 正常的黑木耳一面偏黑褐色 一面偏灰白色 而不是两面均黑 两面均黑的木耳大都是黑心商贩 为了迎合大众心理 故意利用添加剂浸泡出来的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4.烟菜 我们在逛菜市场的时候 总能在菜市场的入口 看到几家卖卤料和咸菜的店家 咸菜确实也是如今 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 无论是搭配白粥 当做早餐来享用 还是搭配美酒消遣时光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但是为什么说有些菜市场 卖咸菜的特别坑人呢 这是因为有些商家 觉得咸菜不容易坏掉 根本不做任何防坏处理和防尘处理 任由一桶桶咸菜摆在店铺门前 将其暴露在灰尘和细菌之中 吃了这些没有任何经过处理的咸菜 你觉得能放心吗 五猪大肠 猪大肠是很多人喜欢吃的一种食物 但是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猪大肠虽然好吃 但是在没有经过处理的时候 味道闻起来十分的刺鼻 有一股浓浓的猪圈味道 有些肉饭就借着这个味道做文章 在买菜时假借着为你好的名义 拿起大肠用水冲洗一下 美名其约为你除掉大肠上的意味 其实暗地里是借机注水 大肠十分吸水 别看只是很快的涮了一下 但是大肠里面也是存有很多水分的 而这些水分就被当作猪大肠的重量给卖了出去 6.散装丸子 在菜市场上 很多商贩把各种丸子打开散装卖 这也备受吃货们喜欢 毕竟一次能买到好几种丸子嘛 然而这些散装丸子却暗藏健康风险 丸子原本是密封在包装里的 如果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 就容易出现菌落超标的问题 人吃了以后可能会出现腹痛、腹泻等胃肠道疾病 而且散装丸子 往往看不到生产日期和生产厂家 有商贩会钻空子 把过期或劣质丸子拿来贩卖 7.颜色鲜亮的卤味 卤肉在加工时 常使用花椒、八角等调料来调制味道 这样卤出来的肉色泽好看 味道鲜美 但不少炙寿卤菜的摊主 为了降低成本 直接使用食品添加剂 日落黄 甚至一些工业染料 把卤肉染得光鲜漂亮 根据国家食品添加剂 使用卫生标准 日落黄的使用范围仅为谷物 淀粉类甜品 肉制品是不能使用日落黄染色的 那些经常吃卤菜的人 如长期摄入超标日落黄 他可能会在体内蓄积 对肝肾功能造成损伤 更有甚者 由于一些工业染料 价格低廉 色泽鲜艳 着色稳定 不法商家将酸性橙二等工业染料 用于卤菜染色 严重危害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如何买到优质的卤肉呢 优质的卤肉外形整齐 无异味 外观有该品种应有的正常色泽 不过于鲜料 口感咸淡适中 具有酱卤制品特有的风味 卤肉肉质紧密 没有肉眼可见的外来杂质 8.果蔬拼盘 市场里的蔬菜或水果拼盘 特别受懒人们的欢迎 毕竟不用自己动手清洗和削皮 省时又省力 然而 这些看似方便的拼盘 同样也有很大的健康隐患 有些商家会把一些 变质腐烂的果蔬重复利用 削掉腐烂的部分 留下看起来好的部分 重新装盘 再卖给顾客 然而 果蔬发生霉变腐烂后 各种微生物会不断加快繁殖 并在繁殖过程中产生大量有毒物质 这些有毒物质通过汁液 向胃腐烂部分渗透 扩散 导致胃腐烂部分同样含有微生物的代谢物 所以 即便是看起来没有腐烂的部分 也不能再使用 健康的饮食讲究荤素搭配 肉类可以补充蛋白质 和各类氨基酸 蔬菜可以提供各种维生素 合理搭配健康营养 但是 现在的菜市场 很多蔬菜为了保持新鲜 都会做一些处理 难怪很多食材都吃不到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最明显的 西红柿不沙不甜 黄瓜不脆不嫩 这几种食材质量都不好 老板从来不会给家人吃 不知道的人很容易吃亏上当 希望大家记住